说起国武馆斩六将 千里走丹旗 刮骨疗伤这些熟悉的典故 就会想起一位历史上的武圣 三国时期的战将关羽 关云长 千百年来 关羽在无数人心中一直是一座永远的封碑 人们一直被他的忠意 勇气和惊人的毅力所折服 关羽是古代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的将星 直至现在的关帝庙 关公像都在诠释着人们对关公精神的敬仰和寄托 可是在作为武圣 三国时期的名将 最疯狂的英雄等诸多的光环之下 又隐藏着怎样的悲剧呢 随着关羽的兵败身亡 他的家族是不是也在遭受着悲惨的命运呢 在很多的历史文献中对关羽的家人记载的并不多 而有关关羽夫人的记载更是寥寥无几 也正是这样的留白给了人们无限的遐想空间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羽的老婆 由于三国演绎实在是精彩绝伦 使得几百年来三国的故事在民间的传扬度非常之高 这其中像是关羽 赵云这类英雄好汉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即使是没看过书的人 也对其略知一压 而且在众多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中 关羽因为忠肝义胆的形象 称起以来被人们奉为义的典范 关羽本自成生 后改自云长 河东俊谢县人 被称为美然公 早年 关羽跟随刘备颠沛流离 辗转各地 和刘备 张飞 秦同兄弟 他虽然受到了曹操的后代 但是仍然要借机离开曹操去追随刘备 赤壁之战后 关羽帮助刘备 周瑜攻打曹人所驻守的南郡 而后 刘备势力逐渐壮大 关羽则长期镇守荆州 关羽去世后 逐渐被世人神化 民间尊其为官公 历代朝廷多有暴风 清代奉为 中义神武 林幼 仁勇危险 官圣大帝 崇为武圣 与文圣孔子齐名 正因为关羽中义的人设 实在是太过深入人心 便使得拜祭关羽已经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 上至商界大鳄 下至黑帮大哥 他们在办一些重要的事情之前 往往都会给官二爷点上一炷香 祈求保佑 而关帝庙更是遍布全国 其中最大的关帝庙在关羽的老家山西运城 传言 当年官员给官羽盖庙的时候 顺手在旁边盖了一个官羽夫人庙 直到盖好了才想起来 史书里似乎并没有官羽夫人的相关记载 而这个官夫人的庙 要让懂行的人看到 岂不十分尴尬 然而民间对于官羽夫人 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二 貂蝉一说 在杂剧《关大王月下斩貂蝉》 经剧《斩貂》中 说到吕布白门楼被销售后 张飞将他的宠妾貂蝉 俘获并送给了官羽 虽然官羽很是喜欢美貌的貂蝉 但是他深知自古很多英雄难过美人官 最终都是身败名裂的结局 所以官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有说曹操用貂蝉的美色 来引诱迷惑官羽 被官羽识破 于是灭了貂蝉 有关貂蝉一说 也有很多的版本 但最终的结果 说明貂蝉不是官羽的老婆 在三国志《关羽传》中 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关羽在围奸吕布于下批时 曾三方五次地 想娶娶每副杜氏为妻 杜氏原是吕布下属秦仪路的妻子 秦仪路在投奔元树后 便离开了妻子杜氏 关羽想娶她为妻 曹操很是好奇 关羽为何非要娶杜氏 杜氏到底美到什么程度 让关羽如此神魂颠倒 曹操没有应允关羽 带着好奇见到了杜氏 结果曹操也被杜氏的美貌所吸引 将其纳入了自己的后宫 所以杜氏也不算是关羽的老婆 4.曹氏一说 在怀剧《关公辞曹》中 说曹操见关羽漂亮 又有一身高超武艺 想收尾已用 再加上上次吕布妻子的事情 曹操的内心对关羽存有歉意 于是灵机一动 就将她的干女儿曹月娥许配给关羽 关羽还正为曹操抢她夫人一事耿耿于怀 也就没有推妥 照单全收 但是关羽与曹月娥同床一梦 后来不辞而别 千里走单骑时 没有通知曹月娥 曹月娥知道后 奋力追赶 祈求与其同行 但关羽不应 于是曹月娥便亲手了断生命 她悲情地说 我这一生生是关羽的人 死是关羽的鬼 但也有人说 是因为曹月娥在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时候 没有追赶上 才结束生命的 总之曹月娥算是关羽的一位妻子 5.胡适一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 上海地区曾经发掘了一个明代的古墓 专家从里面出图了许多词画和戏本 其中有一本《花冠所传》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 关羽的妻子名叫胡金定 当时刘关张兄弟结议之时 他们各有妻事 但是三人要做大事 不能被儿女情长所拖累 于是决定将自己的妻子除掉 而这种事情自己不好动手 只好由其他两位兄弟代劳 本来张飞是负责帮关羽做这件事情的 可是张飞到了关羽家之后 看到关羽的老婆怀孕了 心怀不忍 于是就放了他们一马 而关羽老婆一路逃回娘家 生下了一个孩子 并独自将其抚养成人 孩子七岁之时 关羽老婆带着她去看花灯 却意外走丢了 后来孩子没能找到自己的母亲 却被一名姓索的园外见到 园外将其养至九岁 让她拜了一位姓花的老先生为师 从此开始学习兵法和武艺 到了18岁的时候 这个孩子已是文武双全 少年英雄 此时孩子思念母亲 于是告别师父回到索园外那里 问清楚了自己的出身 并辗转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此后她取名花观索 名里的三字分别取自父亲 缘外 师父 三人的姓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故事 也跟观索有关 鲍三娘在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虽未被提及 但在四川通史西义至 奎州至花观索传等民间地方史和传说中多有记载 四川通史中记载 鲍三娘墓在县北十五里 取回坝南 白水西岸 巨墓宜然 西石土差 见墓门十七景致 如陈阴之状 人无赶入 话说在民国年间 法国人瑟加兰在四川昭化古城附近决得一墓 他盗走了墓中许多有用的东西 墓中只有墓碑尚存 据广源县文物志描述 虽然百姓出来阻止了 但也不知道瑟加兰用了什么手段 他的盗墓行为最终还是得逞了 墓碑虽然残破 但是上面的字尚可辨认 写的是汉将军所欺报复人之墓 相传当年邓爱、钟慧等人 带领十几万大军法蜀 曾于嘉陵江上与关锁有过一战 当时曹军中的有一名主将名叫庞慧 此人的父亲正是在相反之战中 与关羽作战时兵败被害的庞德 所以关庞两家可说是不共戴天 庞慧报仇心切 作战自然是格外卖力 再加上关锁身上有伤 没多久就败下阵来 之后失足掉入江中一命呜呼了 在此同时 关锁的妻子鲍三娘 也在江边与魏军进行着殊死搏斗 报复人天生骁勇 可无奈魏军人数众多 最终还是因为寡不敌众 牺牲在了嘉陵江边 而报复人之墓正是为了铭记其生前的忠勇而设 这是有关关羽夫人最明确的记载 但是却无法得到更多的 有说服力的文献证实 关羽一开始默默无闻 此时他的妻子更是不值得一提 女人古代地位低下 有时连个名字都没有 随着关羽的名声越来越大 人们也就开始乱点鸳鸯谱 把美女都许配给了关羽 至于真正的关羽夫人是谁 可能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迷了 不知道大家对关羽的老婆 还有着什么样的猜测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